桃園的檢署電視牆顯示有四人涉嫌貪污罪遭到生涯 而他們真實身分禁是保護國人安全的國軍弟兄 卻涉嫌與黑幫勾結外流大量軍火 原來今年3月檢警破獲桃園一處黑幫軍火庫 發現不只有軍用T65K2突擊步槍 還有其他的上萬發手槍彈、穿甲彈以及飛彈砲空殼 而黑幫的背景遭起敵 就是四海幫海論堂堂主的中姓男子 不僅擁槍自重 檢警從他身上起獲45把長等槍於1900發子彈 而隊員以違反槍炮彈藥管制法收押禁見 軍火外流事件國防部相當重視 桃園調查處、憲兵隊兵分多路搜索 捲入軍火外流的衛海軍陸戰隊66旅一名上位情報官與一名四官長 另外南部陸戰隊訓練基地兩名中式涉案 還有一名彈性男子24凌晨以10萬元交保候船 那訓後就其中被告一人交保新台幣10萬元 那其餘的被告市民的部分 那認為射刑探控制的條例 那向討厭地方法院申請羈押 而軍方證實外流的軍事用品 留98年雙連莊拿針飛彈射擊後發射同一枚 雖然強調是就是雙連莊吃針飛彈 射用耗瓶 只是這到底怎麼流出以及還有多少人射案 檢方持續追查 金石部隊但近期出包不斷 涉嫌盜賣防毒面具和五到六千發的國造子彈給黑幫 最誇張的還是刺針發射筒 從飛彈部位介紹圖來看 被流出的就是編號15的發射管 專家說這飛彈發射筒雖然當下只能用一次 但回收後仍可重新裝填 飛彈都是密封在一個玻璃纖維製造的發射筒內 而在發射之後呢 這樣的空筒是沒有辦法在野戰環境下 進行重複裝填的 一定要送回飛彈生產商或者有對應設備的地方 才能重複再使用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美國受我的武器系統 美方會定期清查 其實刺針飛彈五方已擁有很久 只是因為俄烏戰爭 讓它再次聲明大噪 這款美軍裝備 就算廢氣筒沒有機敏性 也不能隨便扔 只是刺針長度超過150公分 直接手拿或機車在基本不可能 實際來到龜山66旅門口 衛少森嚴 所有進出車輛都得開門檢查 這麼醒目的發射筒能運出去 門禁的確該檢討 依照國軍廢究極不適用物資處理的這個規定 可能有幾個程序 第一個就是由單位的廢品的處理官 或者是由指定的技術軍官進行認定 之後的流程產生了漏洞 國軍廢品處理都有SUP 但可見66旅沒落實按規定 還得半年清查一次66旅近期也狂出包 今年3月T75機槍槍管短掃 10月又有營長出任務兼約女生 談婚外情讓永遠忠誠的對訓顯得格外諷刺 民生包方式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